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拿到绿卡以后下一步是什么 这个呢,我们也有同名的这样的文章 在我们的这个叫美国攻略这个网站上的专栏 这个网站呢,它的这个网址是攻略.us 从中国的话可能需要翻墙 我们在这里有,已经有60多篇专栏文章 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链接,大家也可以参考 那在这里呢,通过这个视频我们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包括有拿到绿卡以后常见的一些文书手续 两年绿卡怎么转十年绿卡 以及交税的情况 还有呢,说如果要离开美国怎样保持绿卡 这几方面的情况 那么在你的485批准以后 首先呢,那你可以在网上track 注意呢,你的绿卡及时的寄到你的在美国的通信地址 不要丢失 另外呢,这个收到绿卡以后 你可以看一下上面的种类是否正确 你的姓名是否正确 如果有错误呢,有的时候需要提交 i90表,让移民局修改一下 然后关于这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社会安全号码的问题 最新的485表呢,你在申请的时候 如果你还没有SSN,你可以同时办这个SSN 此前如果交了485的人 有的时候你拿到绿卡呢,如果你还没有SSN 或者说我原来的social security card上面写着 说这个工作许可有限制 那我希望把这个卡换一下 换成没有限制的工作许可的卡 那怎么做呢?你可以到这个social security office 去换一张新的卡 这个呢,不见得要马上做 如果你不着急,过几年做也都可以 还有一个呢,就是入籍的问题 这个刚才呢,在这个前面的目录里没有说到 然后呢,在这里提一下 那关于入籍呢,也可以参考我们其他的一些视频文章 简单来说呢,如果是职业移民,或者是大多数类型的亲属移民 你在拿到绿卡四年九个月以后可以申请入籍 那如果是美国公民的配偶 在拿到绿卡两年九个月以后就可以申请入籍 哪怕那个时候两年转十年绿卡的手续还没有完成 也可以,也不受影响 当然入籍需要你在美国有一个连续居住超过三十个月 中间中断不超过六个月的问题 可以参考我们的其他的视频专门讲这方面的 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两年绿卡转十年绿卡的问题 大多数的职业移民和亲属移民呢 拿到的绿卡呢,都是长期有效的 当然这个卡本身就像身份证护照等等其他的证件一样 有一个过期的情况 到了十年如果过期前呢 你需要提交爱90表来更换 那么对于有一些人 比如说呢,美国公民的配偶 如果说你拿到绿卡的时候 两个人结婚还不到两年 那你拿到的呢,是两年有效的条件绿卡 在这个两年到期前呢 还需要提交爱751表来去除条件 如果是投资移民1比5 那么拿到的呢,也是两年有效的条件绿卡 到时候过后呢,要提交爱829来去除条件 那还有就是交税的问题 这方面呢,我们在美国攻略网站 有一个专门的文章 讲到你拿到绿卡以后 作为美国税务居民 那一个呢,需要每年填税表 另外呢,你在美国境外 这个海外账户 如果说资金超过一定的数量 或者说收入超过一定的数量 那么每年需要申报 你在海外的资产呢,并不一定要交税 但是呢,你需要填一个申报表 还有就是说你这个如何保持绿卡的问题 那现在呢,有一些人拿到绿卡以后 因为工作原因,生活原因,家庭原因 他可能需要离开美国一段时间 因为疫情影响或者是别的交通方面的不方便 有的人离开美国呢 要超过一年啊,还没有返回 那怎么办呢 原则上呢,你离开美国呢 不应该超过一年 应该在一年以内返回 但是过去一两年呢 因为特殊情况 我们看到呢,我们有很多客户 离开美国一年多 一年半或者将近两年 那么再回来入境呢 也没有受到影响,也还可以 如果要超过两年呢 那当然怎么说呢 就是你离开美国时间越长嘛 那对绿卡的影响可能就越大 当然具体case by case 如果你预期要离开美国 要两年时间 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美国的时候 提交一个reentry permit 回美证的申请 这个申请呢 也要填I131表 你必须呢 人在美国境内的时候来提交 不能在境外提交 那提交以后呢 原则上需要打指纹 然后离开 但是呢 根据我们最近的一些观察 有好多申请人呢 提交以后 移民局为了便利申请人 减少手续 过后呢 会发信 提到我们可以用你此前 申请绿卡的时候 打的指纹 那么就不需要 等到打了指纹再离开 这样呢 就很大程度上便利了申请人 比如说我拿到绿卡以后 我临时决定 我要离开美国一年多 那我只要交了这个 I131 Reentry Permit的申请 我接下来就可以离开了 这样呢 就不需要在美国待很久 或者说 如果我是这个 有的说法叫跑卡 说我人住在中国 但是呢 我要保持我的绿卡有效 我要到美国来住几天 那你既然已经来美国住几天 你可以考虑呢 就同样 交这个I131表 这样你回去呢 就可以再过两年 这两年里面再来就行了 就不用在短期内 再来美国一回 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那像前面提到的 如果说不用打指纹 那么在美国只要住几天 就可以完成 这个I131的要求 具体什么样的 能够wave指纹的要求呢 这个要由移民局决定 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呢 大多数申请人 办Ryentry Permit的时候 似乎都可以这样 然后呢 这个回美证两年 如果说两年到期了 我还没有决定 我还要在中国 再住一段时间 怎么办呢 你还可以再申请新的回美证 只要在美国住几天 提交这个新的 Ryentry Permit申请就可以 我们有一些客户 在中国工作 生活了几年 为了照顾家人 或者事业发展原因 那么呢 像这样也是可以的 另外呢 回美证本身 必须在美国境内提交 但是呢 交了以后 你可以选择 在美国驻华使领馆来领取 这样的话呢 不是一定要住 要寄到你在美国的住址 总体来说 拿到绿卡以后呢 还是有很多便利 那注意事项呢 像我们讲到 这几条 你需要注意 有这个交税问题 入籍问题 换发绿卡问题 还有呢 就是保持绿卡有效的问题 还有 SSN的问题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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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